大家好,我是Holo,我们这次是白色恐怖网页游戏化 今天真的很开心,我们在现场带大家体验了一次桌游的活动 有十位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体验 我们原本的目标其实还蛮单纯 我们做了一款桌游,我们想带大家体验当时人发生的事情 以及看见当时发生这些事情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但我们也是一张白纸,我们完全不会程式设计 完全不懂什么叫网页设计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抱持一个来理解怎么样转化我们的需要 变成一个大家能够协作的语言的角度来参加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成果是有南大的伙伴一起加入我们 来一起构思不同的游戏形式 因为我们原本设计的形式中是有点像剧情走向这样子 可能会有各种角色的选择 还有选择带来的后果 但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是 这个成本其实很高 然后这个东西执行也很困难 所以今天南大同学带我们一起 brainstorming的就是不同的游戏形式 像解谜的形式或者是短体验的形式 另外一个收获很大的是 我们获得了工程师朋友的一些建议 因为获得说这个东西一页一页的逻辑 然后前端也后端的编程可能可以怎么样安排 对真的很不好意思 其实在分享的时候我听的真的不是很懂 对但是我会努力知道说这个过程怎么去推进这样子 这也是我觉得很高兴来这边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样子 对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 我们今天拟定了一个简单的期程 所以希望是我们 以这个阶段我们是非常早期 那下一步其实我们会希望去申请 也许像国家人权馆的一些经费 然后去跟国家人权馆去参加这样子 然后去强化我们的主要想叙事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想要把剧本更明确 让以后如果工程师伙伴能够更理解说 我们想要玩的游戏形式这样 这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部分这样 那最后也是希望说如果还有兴趣的工程师伙伴 那网约设计的伙伴呢 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Planestorming 然后带领我们一起把这个故事的往前推进这样 好谢谢大家